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8月13日 星期二 大家呢 这两天可能都看了一些个视频 这两天呢 有一个视频在广泛的流传 或者是多个视频 就是8月11日这一天 香港警察的这个大抓捕 这个视频呢 在广泛的流传 还有人呢 写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就写得特别好 这里面呢 他就引用了这一系列的视频 这文章里面还说呀 这些视频引起来了观众极度的舒适感 我就特别有共鸣 我看了这个视频就有极度的舒适感 为什么有极度的舒适感呢 就是因为香港警察终于发威了 在强烈抓捕这些暴徒 让我们感到极度的舒适 因为我们让这些暴徒呢 这一个夏天让他们恨得够呛 都恨死了 而警察呢 对他们就这么束手无策 他们把警察 把香港政府欺负的够呛 然后还有那些个记者们在那帮枪 误导民众 让我们这些有正义感的人就特别的生气 所以说8月11号这天 香港的警察终于发威 对他们进行抓捕 然后我们就觉得非常的舒适 那今天呢 8月11号抓捕的这30多个人 今天他们过堂 过堂这件事情呢 我先摁下不说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你知道8月11号这一天的大抓捕 他的幕后英雄是谁吗 他的幕后英雄就是刘业成 刘业成是谁 可能绝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 他是前香港警察警务处的处长 他在2014年平定战中运动的过程当中 他就是总策划 总指挥 那次战中运动的清场 就是他策划和指挥的 非常的有力 非常的高效率 非常的干净利落 那这一次呢 香港的警队再一次把他请回来 让他呢 从现在开始 让他策划和指挥 对这个暴乱的平定 那他回来之后呢 是10号 11号和12号这三天 连续三天 对这些个暴徒们进行抓捕 尤其是11号这一天 也就是星期天 这次抓捕行动 最为规模大 力度强 效果明显 抓了这30多个人 那些视频让我们看了真是大快人心 今天进行了过堂 过堂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控告了 30多个人 当中呢 最小的一个只有14岁 我看到今天报道的过堂的当中 没有14岁的这个孩子 应该是对他没有提起控告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提起控告的 如果觉得情节呢 不够严重 或者证据不够充分 就不会对他们提起控告 那今天过堂呢 一共有17个人 其中第一个我想说的呢 是一个28岁的一个女孩子 28岁啊 其实对于有的人来说呢 可能会认为 他并不是一个女孩子了 但是呢 对于我 我就是岁数比较大了嘛 就觉得 哎呀 比我小很多的 就都是女孩子 这个28岁的呢 也是一个女孩子 那他呢 今天出庭的时候 他的父母也出庭的 他的父母呢 在法庭上一度 情绪特别的激动 然后在法庭上大哭 然后这个女孩 在法庭上呢 也哭了 没有大哭 但是又哭了 经常转过身去 摸眼泪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女孩子 她自己的大号前程 被她自己亲手给毁掉了 她是一名空姐 说到空姐呢 在选空姐的时候呢 首先其实选的就是长相 选的是长相 选的是身高 对吧 外形要好一些 然后呢 气质要好一些 所以说 她是一个空姐 应该说条件还不错 然后做一个空姐呢 收入也比较高 做空姐呢 也让人呢 比较 怎么讲 就是比较高看一点吧 就会觉得这个职业还不错 做空姐的人 一定也还不错 对吧 都还不错的 结果呢 她参与这个暴乱 她是因为拿那个 观星笔来照警察 被抓了 控告她 袭警罪 拿观星笔照警察 如果严重的话 看她有没有造成 很严重的后果 如果造成了 比如说造成了警察 视网膜脱落呀 这种严重的后果的话 那她的罪可能就更重一些 但是今天并不是一个实体审理啊 只是一个程序 今天这所有的17个人 审理他们呢 都是看他们可不可以保释 那这个女孩呢 交了3000港币的保释金 然后就被保释了 但是呢 她一定要遵守 宵禁的 宵禁就是晚上 不可以出门 一般的来说呢 从晚上12点 到早晨6点 你就不可以出门 那你这样一来呢 她这空姐是做不成了 这空姐做不成了 这个工作 人家不会给她留着的 尤其是这样的事情 会开除她的 好 这是这个女孩子 然后还有一个呢 这个人呢 是43岁 她呢 没有批准她的保释 为什么没有批准她的保释呢 是因为 她有前科的 她在以前呢 有多次 弃保 不出庭的记录 我们知道 她多次 弃保 就说明 她以前 有多次的 案底 那她这个人 肯定不是什么 正经人 说到这儿呢 我们还想起来 在最初的时候 在太古那个大楼上 在那个上面 警察去救她 到最后 她不小心摔下来 摔死的那个人 她也是有前科的 有些人呢 这些暴徒啊 原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像这个人呢 她就不是什么好 43岁 有前科 而且还弃保 就说明 她既不是好人 也不是一个老实人 连法庭的这个保释 她都可以 弃之不理 那就说明 这个人真的是 目无法计 她什么事都可以 干得出来的 藐视法庭 那她这个保释呢 因为她有前科 法庭就没有批准 她的保释 还在压 今天过堂的这些 全都要压到 10月9号再开庭 那是这一位 后面呢 还有 这些人呢 基本上在他们身上 都有搜出来武器的啊 他们基本上呢 都会被指控 那么几项罪 一个是非法集会 因为最近呢 警察已经不批 这个游行示威了 所有的集会 游行 示威 全都是不合法的 所以抓住你的话 每一个人 都可以追究 他们非法集会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袭警 如果他们打警察的话 拿那个观星笔 来照警察的话 拿那个雷射的 那个灯 来照警察的话 这都叫袭警 你更别提 你像警察 如果是扔东西的话 攻击警察 那肯定是袭警的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藏有攻击性的武器 看你这个包里面 都能搜出来什么东西了 如果有这个棍啊 有铁棍啊 或者是那个 那些个观星 或者是刀具啊 或者汽油弹啊 什么之类的 这些一定都是 攻击性武器了 他们这些人当中呢 会被控告 这三项当中的一项 或者两项 或者三项都控告 那其中还有一个人呢 从他的包里面 就搜出来了 那个竹枝 然后他就说 警察诬陷他 他说他包里面 那个竹枝呢 搜出来的 说不是他的 说警察诬陷他的 这真是无稽之谈 这些个暴徒 他们手里面 全都有工具的 全都有工具 这么多暴徒 抓还抓不过来呢 警察难道手里面 还拿一个竹枝 然后抓着一个人 以后 把这竹枝放到他的包里 诬陷他吗 那事先的警察 拿着一个竹枝 说实在的 都是一个负担 大家都能看到 这警察 为什么手里面 拿一个竹枝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纯属是无稽之谈 还有一个人呢 在他的身上 搜出来了 有七块烟雾饼 就是他那个饼 他一扔的话 就会产生烟雾 七块烟雾饼 有一个橡筋发射器 还有钢珠 这个就是弹弓 咱们大陆所说的弹弓 那个钢珠呢 就是用弹弓来发射的 其实那玩意儿 如果是打到人的话 也会很严重的 今天我看了一个报道啊 说是那个女的 不是眼睛被炸瞎了吗 那个女的 我今天有看说 她那个眼睛上呢 被打入了一个钢珠 这个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那女的那事呢 现在也挺有争议的 今天呢 林郑月娥 在记者会上面 还说了一句 说是她会愿意 去看望这个女孩 这个事情呢 引起了争议 因为呢 那个女孩是一个暴徒呀 她们这些媒体啊 还有这些暴徒们 都指责说是警察把她打伤了 但是警察现在说 这件事情需要调查的 警察方面说 她有可能是 其他的一个什么原因 那今天我在网上看呢 有报道说 她那个眼睛呢 是被那个钢珠打的 那如果是钢珠打的的话 那她就是被暴徒打的了 警察是没有那钢珠的 只有暴徒有 对不对 他们自己 自己被打了呀 但是不管怎么说 她是一个暴徒啊 警察对她不应该负有责任的 在这种情况下 警察如果说 误伤到谁的话 就不应该负责任的 你毕竟是一个暴徒啊 你就不应该出现在那个地方了 更往这个女的呢 我看到有报道说 她是谁呢 就是我们在网上看的 有一些图片 当街跟那发钱的 据说她就是那个女的 当街发钱 她也是一个核心人物啊 林郑月娥今天在记者会上说 她会去看网这句话说的 有一点轻率 有好多人指出来这一点 我也同意 有一点轻率 那在这个人身上呢 发现了弹弓钢珠 还有军刀 还有什么呢 还有蓝色的鸡蛋 怀疑那里面含有化学品 它是一个蓝色的鸡蛋形状的一个东西 它里面是有化学品的 这个化学品如果扔出去的话呢 扔到警察的身上 会伤害到警察的 我们在以前呢 我们也看到 还有一个视频的就是 有一个女孩 她也是扔那个化学品 本来是要去伤害警察的 结果呢 这化学品没人好 然后伤害到自己了 好像伤害到脸上 然后当时就疼得要命啊 然后就跟着喊说 警察救我 警察救我 当时就有好多的警察 就赶紧来救他 伤害他自己了 香港警察啊 非常的文明 非常的克制 非常的理智啊 他们很专业的 你这种情况下 对吧 如果不是很专业的话呢 你自己伤害你自己了 警察会觉得大快人心 会觉得极度舒适 对吧 但是香港警察没有哎 他们非常的专业 他们马上积极的去救助 这样的警察 还被他们 误误为什么黑警 有这样的黑警吗 所以我今天就说啊 你当警察 不要当香港警察 你如果当警察 你到美国去当警察 在美国当警察 多么的扬眉吐气啊 对吧 到加拿大当警察也行啊 也非常扬眉吐气啊 当你宣布说 现在是暴乱的时候 你就放开去追捕他们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谁受了伤了 或者谁死了 你放心好了 不会被追究责任的 加拿大法律就是这么说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警察是不会被追究责任的 我老是说 用我自己的那个话说就是 死了白死 伤了白伤 这确实是一回事 对吧 警察不被追究责任 你可不就是死了白死 伤了白伤吗 对不对 所以啊 当警察 不要当香港的警察 要当美国的警察 要当加拿大的警察 要是当暴徒的话呢 要当香港的暴徒 香港的暴徒 多厉害呀 对不对 但是这些暴徒呢 当抓到他们的时候 他们也害怕了 我们都听到那个 特别让人特别 极度舒适的 那些视频里面 我们听到他们说 我错了 请原谅 我错了 对不起 没用啊 在这时候 你意识到错了 没用 太晚了 他们这些暴徒呢 将来他们会后悔的 因为呢 这件事情啊 毁了他们一生啊 香港的警察 不会饶过他们的 因为现在呢 都是网络时代 很多的视频 在外面 慢慢来 香港的律政司 是会根据这些视频 然后慢慢的 来搜集证据 警察慢慢的 会把他们找到 会抓捕他们 会控告他们的 所以说呢 他们这些人 是要为他们的行为负责的 他们是会受到 刑事的惩罚的 甭管是多长的一个 刑期吧 反正这些人是 留下了犯罪的案底 就像那位 28岁的空姐儿一样 父母呢 非常的伤心 他自己呢 也非常的后悔 一生就这么毁掉了 我曾经还看到 一个报道里面说 有一位学生 当警察带着他 到他们家 去搜的时候 去搜证据的时候 他回到家 他父母非常的伤心 之前他父母 曾经劝告过他 他就是不听 但是这时候 他认识到 他自己闯祸了 他父母说 你这事奶奶还不知道呢 然后他还跟父母说 不要告诉奶奶什么的 一生就毁掉了啊 很多的家长呢 对那些暴徒 对那些组织者 对议员呀什么的 就很有意见 他们看到他们的时候 就骂他们 还有一些人 自己家里面 并没有学生 但是呢 岁数大一点的嘛 看到这些孩子们 来做这些 不理智的事情 毁掉自己的一生 会被警察抓的呀 所以也挺心疼他们的 有一些岁数的 比较大的人呢 会来规劝他们呀 或者骂他们呀 或者是什么的 都有的 好 我最后呢 就希望这个 刘叶成 带领香港的警队 下一步 能够更加严厉的 更加有效的 来平定这些暴乱 使香港呢 早日结束这些暴乱 恢复秩序 恢复一个和谐的社会 好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